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 今天是礼拜三 早上的9点57分 明天礼拜四就端午节了 所以今天很明显就是一个 假期的最前的一天 那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之后一度 吉拉大涨74点 但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表现也是有帮助的 美国昨天也是一度大涨100多点 昨天一度大涨大概180点 后来又压回来了 缩盘的时候现在小涨17点 欧洲涨比较多 欧洲德国涨166点 因为这个有补涨的情况 那亚洲接就比较弱 今天日本跌了91点 那香港也跌了120点 大陆股市一开盘之后跌了快1% 上海跌了0.65% 这个很明显也有假期前的效应 因为端午节是两岸 中国人都一定会过的节日 你看这次香港也涨蛮多的 涨多之后 假期前的获利了结盘 这个难免都会有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尤其是在华联区的股票 都相对是比较弱势的 那台北股市今天一开盘 一度涨了74点 来到新高点8754 从8000点上来已经7005的市场了 已经7005的市场了 那为什么会这么强 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因素的 你仔细看今天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涨到166 涨了4块钱 你知道台积电涨4块钱 大概涨2% 以台积电目前占大盘的一个 全值大概高达16% 占16% 涨个2% 就占了多少 占了大概31点 所以早盘 大盘涨74点里面 光是台积电就占了31点 那加上金融股的部分 金控股间也是表现不错 今天金控的部分 我们来看金控的部分 今天金控的部分 整体表现而言也不错 也不错 因为今天报纸报道了5月份 金控的获利比4月份成长一倍 所以今天银行股表现 金控股表现也不错 那光是这两个族群 就把指数给占满了 所以可见的这是怎么样 可见的这是外资的杰作 因为外资昨天大买150亿 两天买了200亿 这一波从8000点上来 外资买了700多亿 什么都不敢买 尤其在台子期进多单的部分 在台子期进多单的部分 外资的持股 进多单已经来到五万四千多口 外资手中握那么多的进多单 他当然是不会管理散户的死活 他不会管理手中股票如何 他的目的一定是为自己做双向的拉抬 所以台积电这个散户不会买 一定外资不会 银行股也是外资的杰作 所以今天涨70几点 完全都是外资自己在拉抬的 都是外资自己在拉抬的 那你看指数感觉上好像很强 可是实际上你看细节的部分 今天最多涨70几点 甚至于目前涨40点 上市的公司 没有一加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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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论上来说 指数涨个五六十点 甚至涨到70点 那个涨停加速最起码 都要一二十加了 可是今天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加涨停板的股票 可见怎么样 可见的都是平均而普遍的小涨而已 大多数的股票都是平均的小涨 那指数由台积电跟金融股 赞助把它给垫高上来的 这是今天整个盘面上 比较特殊的地方 所以可见的很多人看到 想到连续的假期 大家投入意愿也不是那么的强 所以你现阶段的选股 你不是单纯看今天而已 你要考虑未来的发展性 当四天假期年价不完之后 有哪些股票 它比较具备供给的机会 要往这方面去思考 那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我们刚刚看到 道琼是涨17点 那道琼涨17点主要再涨什么 昨天油价又涨了1.45% 所以石油股昨天平均涨幅2到3% 反而昨天美国的银行股部分 平均跌大概1% 所以昨天主要是靠 还是靠石油股在撑的 这是美国的部分 科技股的部分 苹果是持平的 只小涨0.4%而已 可是苹概股的Skywall 大涨3.89% 所以Skywall的供应链 红杰科金铁也涨了2% 那另外硬碟厂的 WD跟SEGA 各涨了3% 这是昨天科技股的部分 比较强的个股 所以昨天焦点 其实还是在石油股身上 那石油大涨 对谁有利 对绿能有利 因为石油只要一涨 对发展绿能有利 所以昨天 绿能股的Tesla 电动车的Tesla 昨天大涨了5.2% 你看Tesla概念股 3665的茂莲 今天涨3% 1536的核大 现在开高 目前也涨了1.2% 1533的车王店 目前大涨了快4%了 2066的士德 目前也涨了2.6% 2228的健林也涨了2% 3552的同志 是倒车雷达同志 也涨了1.4% 所以这个都是 跟美国互动的股票 这个 你在超市上 你可以做一些参考 那选股上 既然整个市场 有浓浓的价期位 那选股的考量 刚刚讲过 你不但是考虑今天 应该把重点摆在 过完长假之后 有哪些股票 它具备供给的机会 那以现阶段来说 焦点当然在什么 当然是在 五月营收身上 去找五月营收 有机会 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就好像 照例 今天当然是 已经有点 缓和下来了 可是这段期间 照例你看这么强 我们从这里 43块 44块买了 一路飙涨上来 光是这样子 光是这样 起来六十八块 我们就已经赚了 55%了 探55% 当然我不是叫你 再去追照例 你要一样化葫芦 去找基本面墙的股票 还有哪些公司 五月营收 有机会 创历史新高的 1262的 F6月 这也是有机会 这也是有机会 创历史新高的 我估计应该 八成到九成有机会 五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 五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的公式 这几家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今天我们在强棒初级部分 来今天我们在强棒初级部分 来跟大家谈这一档 F7月 但我不是叫你说 今天就可以买 我只是把它的一些利基点 跟大家做报告 你可以考虑看看 我觉得这家公司 是不错 1340的F7月 目前是涨了2% 它也有机会 营收创历史新高 五月营收也是有机会 因为在四月份的营收部分 四月份营收3.20 已经是历史次高了 已经是历史次高了 那这是一家什么公司 这是一家做 运动鞋鞋底的公司 那公司台商在大陆开的公司 那本身它的一个往来厂商的部分 包含爱迪达 铺马 威拉 这些都是 那包含 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个厂商 那这是一家很赚钱的公司 你看连续两年都赚10块钱 去年7块半是因为 它配了3块钱的股票股利 所以股本膨胀的商城 获利其实还是没有掉下来的 只是因为配股的关系 所以变成7块半 7块半其实也是很好 一年赚7块半的公司 也是很好的公司 可是你看股价 从220一路跌到 剩下六十几块钱而已 目前整个长线在打底 已经达了一年的底部了 那为什么跟大家谈这家公司 因为除了财务状况很好以外 你看财务状况 以他的财务状况来说 负债只有8%而已 一家公司这种规模 能够上市规模都不小了 负债那么低确实是不容易 产品毛利高达33% 尤其手中现金是满满的现金 手中现金是满满的现金 那财优务的一个基本条件 股价竟然从220上市之后 摔到剩下六十几块钱 确实股价跟获利 没有办法成正比 因为获利能够赚到一个股本 纵使股本膨胀三成 也有赚到七块半 这个本益比竟然只有 大概9倍而已 9倍不到8倍多而已 以现行跟获利条件来看 确实是可惜 那今年更重要一点是什么 今年更重要一点是 今年是奥运年 记不记得 今年是奥运年 八月份奥运就要开始开幕了 就要结幕了 那奥运八月份开始之后 奥运年本来就是 对于这些运动器材用品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促销机会 也是运动用品的最旺的一年 所以对于盛月来说 今年又是一个Honey当 又是一个Honey当 那既然四月份就已经提前 到营收历史次高了 那我相信五月份再创新高的机会 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那更重要一点 我要给大家看这个东西 你看这是第一季的资产负债表 在第一季的资产负债表部分 你看这个我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一栏 存货这一栏 在存货这一栏 它的存货 记得存货多少 4900万而已 而且不是这一季喔 它几乎每一季的存货 大概都只有4000万5000万而已 那4000万跟5000万是什么意思 你看它四月营收是3.2亿 一个月的营收就有3.2亿 一个月营收就有3.2亿 库存竟然只有4300万 那这样存货天数有多少 存货天数只有4天而已啊 也就是它存货只供 支应4天的一个存货 代表怎么样 代表它的东西生产出来之后 很快就被拿走很快就被拿走 一般来讲一家公司它的存货量 保持两个月算正常 一个月以内供货就有点吃紧 它竟然是长期以来 它的存货都只保持 4天到5天的一个存货量 难怪它的获利 能够维持这么好的一个获利 能够维持这么好的获利 加上手中现金部位能够这么高 因为你钱没有压在库房里面嘛 你钱没有压在整个存货上面嘛 所以流动比例跟速动比例的金额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比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家相当体质很好的公司 所以难怪它的获利 也能够维持一直维持三十几帕 能够维持三十几帕 那这种公司股价竟然都没有涨到 这是我所说的很可惜的地方 尤其最近又杀了一波下来 杀了一波下来 现在指标还快交它到了 五月营收极有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所以今天在强方处局部分 特别跟大家介绍这一档F7月 给大家做参考 那希望对你的操作上 能够有进步的帮助 今天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要紧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